Hello,大家好,三眾傳媒的宣傳團, 我猜你講的宣傳團, 為甚麼大家會看到市民一般,你要你講, 我又不明白,我又不需要你, 我從新聞上多點關心,就算了。 官員就很努力,聽聽怎樣宣傳, 說了,現在宣傳一塊, 今天就要就這個,延伸了一些東西,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為甚麼呢? 他來的,除了兩個大頭,沈春耀和黃敏濤, 還有很多學者專家, 在不同的場合裏面,大學、商會等等來講, 是介紹三中傳媒精神的, 如果不介紹,他又怕人精神病,是吧? 所以,從這些專家學者, 去到其他地方所解讀的三中傳媒的內涵, 裡面我們又發覺了很多, 很有趣和意義, 兩樣東西都要講, 如果不然,政治不正確, 裡面有很多東西又是引起當年人的傷感以至傷心, 再輻射到今時今日, 大家就覺得, 你說那麼多,大家看你怎麼做的,是吧? 究竟他們宣傳的內容裡面有甚麼東西, 是會輻射到今天又引起大家那麼多的傷感的呢? 好了,其中我主要講兩樣, 我不講他們怎樣去引導, 或者去暗喻特區政府, 你做得不行,你快點改變消耗學校, 那句我不講了,上一次已經講了, 我這次集中兩樣東西來講, 第一個叫做大統戰, 大統戰概念, 現在你們香港大統戰要重新來的等等, 另外一個就講,當年人很多還在生的, 六七暴動, 那這樣東西其實就是已經有官方的結論, 又有民間的結論, 但是今次官方的結論又有新的結論, 這些我待會兒慢慢詳細講了, 好,第一樣東西,大統戰性, 其實統戰這件事在中共執政之前已經有的了, 當時那個統戰是有效的, 因為唯一的敵人就是國民黨而已, 所有其他, 無論你是不是認同共產黨的理念, 只需要你反國民黨的, 或者不滿國民黨的, 共產黨就是統戰的統, 所以這些的做法其實是建基於當時的文化界、知識界, 以致普羅大眾有一個這樣的共同的願望去抗拒國民黨的高壓統治的, 所以那時候的統戰是有用的, 是可以將敵人變成朋友, 甚至上可以將死敵變成敵人, 即是那個關係相對寬鬆一點, 到處都可以交朋友的。 好了,現在再講大統戰, 大統戰是講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範圍不單止是中國對那些工商界、知識分子、 各方面那些統戰, 現在在香港就要發揮全球的統戰, 較早時候香港進行了一個全球的一般的統戰大會, 中央下來的, 統戰部部長等等下來, 這個會在全世界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地方都會舉行的, 就是發動愛國力量等等。 講完之後,大家老百姓又有個這樣的會嗎? 不知道啦,各色其色啦。 好了,究竟現在那個統戰, 他們的內涵和實質是怎樣呢? 現在大家看看,統戰的內涵已經改變了。 以前那個統戰是叫什麼呢? 是可以求同傳義, 即是說你不認同我的東西, 不要緊,我們大家去想辦法取得共識, 不對那些,談不定那些,不要緊,可以保存。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的統戰,你一定要認同了官方的做法、想法, 你不可以存有異議, 無論是大異或小異, 是吧?你一定要認同了它才會被你埋堆。 如果你說不同意的,它都會招下手, 但是你一定不會當是真朋友的。 你說這些又是你猜的, 我稍後舉些例子你就知道了。是吧? 所以第一個,以前是用理念凝聚的, 現在是用利益凝聚的。 我先舉個例子, 剛剛,沒有多久之前而已, 今年年初或者九年年底, 就要講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裡面,大家都不會否定的。 問題是你怎麼做的。 在肯定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就要在海外那些,香港、澳門、海外, 你都要做很多保護國家安全的。 最重要是鼓勵大家愛國,是吧? 好了,這些來說,你說講了很久了。 但是,忽然間有個案子, 那個案子是列為十大危害國家安全裡面的第一大案件。 當事人是誰呢?原來是香港居民來的。 不過,他長居美國很久了, 亦都是美國公民。 那位仁兄叫梁承雲, 全部是公開資料來的。 是官方拿來做宣傳的。 他就是美中友好促進會的會長, 支持的,一直都是愛國僑領的。 但是忽然間在蘇州被判, 判什麼?無期徒刑。 裡面就講了很多什麼, 大家有興趣找回來看就行。 外界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來龍去脈, 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甚至上有些人說不是, 這個是保護他而已。 保護他就是怎樣? 如果他在美國出事, 就變成在美國被人抓住。 跟著美國可以造謠的了。 所以為了保護他,回來。 回來之後就不讓他再回美國了。 於是就是做套戲了。 這個真的有這樣的解釋。 但是如果是這樣, 官方說做戲做到現在是 十大影響國家安全的手案。 是吧? 所以大家就開始追溯了。 究竟過去的關係是怎樣呢? 我是完全只能夠是講合理的提問而已。 有沒有答案或者答案是怎樣呢? 可能歷史才講到。 所以大家就說, 原來以前我們在英國, 我們都做很多華僑的工作。 當年在英國很多是親台的華僑。 是吧? 結果當時中國開放改革, 它不理你是哪方面, 只要你是中國人, 你又在當地遵守法律, 不破壞中國人的形象。 當時中國駐英大使館那批, 當時還有陳少元, 還有幾個胡定一等等。 他們完全做到台灣那些工作。 是吧?台灣那些僑胞的工作。 結果慢慢轉給你。 但是現在, 你叫現在的統戰官員去做台灣人, 即使你是商界, 那個統戰工作, 他們大家都要想一下有沒有Jaxel, 去大陸投資有沒有好處呢? 他們現在反過來看, 是一種不是當年那種那麼純正的愛國, 或者愛鄉等等。 這個案例在美國引起很大的衝擊。 大家就說究竟是怎樣的呢? 然後現在除了內涵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愛國無所謂, 但是前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 廖瑤珠就講過一句話, 他講什麼呢? 他就說愛國是可以不分先後的, 但是愛國必須要分真、假。 這句話在當年是講得好行的, 80年代就是因為很多曾經投靠港英政府的, 然後港英政府不要他了, 一下轉態回來, 大家就說, 究竟這些是真愛國還是假愛國? 但是這些人, 你說是不是水鬼星成王? 是成為入幕之彬的, 因為中共的概念就是, 最好就是這些敵人, 敵人走過來就說明我們有凝聚力, 所以對敵人是特別好的。 這種文化,你說它是不是務實或者實用主義, 還是功利主義呢? 搞到真心愛國、愛港、愛鄉那些人, 我們應該怎樣呢? 當年廖瑤珠出席一個宴會, 坐他旁邊那個就是港英衛神忠士員, 廖瑤珠出席一個宴會, 立即現場就哭了。 我們跟朱姐談的時候, 他都覺得很抑鬱的。 所以到現在, 那個統戰的對象和那個方法已經不同了, 完全分荷蘭水蓋, 以前你說罵港英政府分荷蘭水蓋, 是靠利益認罪, 但是你現在圈裡面已經有一句話, 叫做分章多。分章多究竟什麼?什麼分章? 我們再問他,分章是原分的那個分, 分章很多。 但是潛台詞是什麼呢? 潛台詞就是分豬肉那個分, 分給那些分章。 為什麼呢? 我請教過官場裡面的人, 他們說現在香港不是每年經常都有, 即是每年都頒發分章的。 現在發覺大紫荊那些要限制的, 不是個個都分就變得不值錢。 但是下面那些,下面那些低層處那些, 很多分章,那個名單就越來越長, 搞到那些人說你要按規矩辦事的, 你看,你做了多少事情, 然後你要做那個工作做了多少年, 然後你就不可以一下那麼多公職, 因為六六制的, 六年的公職不可以超過六份的公職, 這個就是規章制度。 但是現在完全打破的。 總之你願意黏起來。 所以現在那些受訓的名單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怎麼搞啊? 理論上就是按照那個制度,你合那個制度。 但是現在的文化不是的, 文化就是不要緊, 反正多少個不少, 外面不會看得那麼詳細的。 所以變得很多人說, 分章了。 你說這些是不是有抹黑呢? 但是那個解讀就是現在愛國的人, 愛國,不是愛國, 愛國,有沒有引號就不知道了, 愛國的人是多了。 它不需要說你誰不愛國, 總之你不埋堆, 或者它有所表示的。 所以去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就感覺到那個大統戰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些專家就提了一個例子, 他說你香港要搶人才, 跟著就是外國的人才, 治港的人才, 都不一定是原本香港人的。 大家立即想到澳門, 早上講過岑浩輝不是本澳出生, 但是他去了澳門很久了, 也都是法律上已經一早是澳門人。 大家聽見香港就這樣講, 立即想到這件事。 但是原來那些專家不是這樣解釋的。 那些專家說,你看看現在, 在香港的外籍人士, 即是外國人來的, 東南亞、歐美、東南亞多了。 香港很多,這些來講, 他們都有能力治港的。 所以他專家引述最近一個例子, 就是這一類人士可以拿到類似回鄉證的, 回大陸。 這些就是我們大統戰, 從這一刻開始了, 或者從這一刻進一步擴大了。 如果是這樣, 大家如果按正常的想法, 就是剛剛回歸的時候, 都有外國人搞房屋的, 大家找回, 不過它可以歸化的, 可以歸化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喂,你是不是真的開放給一般人概念裡面那些外籍人士, 又是香港居民來參與管治呢? 你讓他做生意等等, 吸納他不成問題的。 在外國都很多的, 總之大家方便做生意。 但是如果你說參與管治, 是屬於你現在大統戰的範圍。 這個來講, 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只是想到一件事而已, 就是一定是貼了過來, 好像以前, 即使美國人或者外國人是認同共產黨的, 斯洛,有些很作家, 韓蘇欽,或者潘因斯坦,不是潘因斯坦, 等等很多。 所以大家還有史莫特來, 等等。 大家就說這個是不是大統戰成功呢? 是吧? 現在剛剛舉行的中非會議, 非洲國家不斷擁來, 55個國家同成員, 現在來的不知道, 過幾天就開了, 有多少來的不知道, 但是大家現在預期到他們來到又怎樣? 大家觀察著幾件事, 第一,中國會不會宣佈減免他們的貸款, 或者增加支援, 記得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 中國立即宣佈減免他們100億, 100億是美金來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就是靠錢去堆砌出來的關係。 你覺得大統戰成功, 當然沒有得計數的, 這些是支持一個中國立場, 這些是支持反對台獨等等。 你可以這樣說的, 當年都是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佩服席位而已。 但是按照今時今日, 大家就說, 來到那些都是跟你講數多的, 還有按照以前的經驗, 就是來到, 都是有Jaxos來的。 來到最低限度, 你會不會那時和那個國家已經是有一些什麼合約, 準備了之類的。 這個我今時今日可能已經不是了, 因為中國自己本身都沒有, 即是不夠錢。 是吧? 你看到地方政府不斷去收, 透過各種方法去吸納地方財政。 不就是老百姓要付錢。 是吧? 所以去到這裏的時候, 那個大統戰已經是大家覺得, 你真的要講數實效了。 好了, 接著講到六七了。 哇!這個六七, 過去的評價起起伏伏了。 當年的評價就是愛國反英抗暴。 是吧? 好, 接著80年都開放了。 那些人就說, 我們為國家去平命, 維護國家尊嚴。 但是80年代的時候, 上回去那批人士, 其中一個就是當年新晚報的總編級羅夫, 他都對著問,不是問, 他上去參會。 當年那些人就跟他說, 那時候是錯的。 跟他說那個人是當年在香港負責工作的。 是吧? 所以大家就開始, 究竟是怎樣的。 但是後來的政策暫時不要講字, 因為未是成熟的時候。 到回歸前, 港英政府當然不讓你說。 回歸了之後, 有一批當年人覺得, 你要為他證明, 證明是正確的那個證。 所以後來就跟他說, 還未是時候。 還未是時候, 就是說現在回歸之後, 知識體大很多事情要處理, 這些歷史問題, 中央一定會還一個公道的。 我講完之後, 但是那批朋友, 我真是當朋友來的。 他們有些垂垂腦耳了。 是吧? 結果呢? 就開始就所謂去, 有些學者去研究了。 但是80年代的定性說錯了的。 最新的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新的講法。 好了,不過最近有了。 最近有些專家來到, 他說要吸收以前的例子, 我們要懂得現在管理方法等等。 他是一個前提的, 說我們要吸收以前的例子。 他舉了六七。 他的講法是怎樣呢? 他的講法就是, 這個是六七年犯了非常慘烈的錯誤。 那究竟是誰犯呢? 不知道。 總之, 流了出來的消息是沒有講得很清楚的。 那究竟是本地人犯呢? 當年治港的港共犯呢?還是說中央犯呢? 沒有講的。 好了,第二,這一句才是引人去關注的。 他就說,當時的情況是, 企圖脅迫中央收回香港, 導致官媒錯、方式錯、外交錯、方向錯。 當時罷工、放炸彈等等。 如果孤立撇開背景, 這個講法是對的。 當時是搞到很多人, 一般市民是覺得神生鬼厭的。 但是參與者覺得是愛國。 最低限度, 有一點我都承認的是港英政府的高壓。 所以我後來都有本書叫做, 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 當年我是十三歲的小鬼隊。 但是小孩子也參與不多。 但是我都有理解到, 當年是三把火。 三把火是港英政府。 第二,是大陸那種思維。 跟著港共那種執行。 三把火正在燒, 好像BBQ那樣, 三把火燒一隻鍋。 那隻鍋就是香港的左派。 然後那個鍋上還有一塊肉。 那塊肉就是香港市民。 那隻鍋是不自覺被下面的火燒的。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 我都同情當年是沒有犯事的人士的。 只要你當年是沒有犯事, 又是受打壓的。 當年是很多左派工會、左派人士, 在工會正在吃飯。 一批防部隊衝進去, 就說你非法集會, 吃飯在自己地方, 不是在公眾地方。 所以你當年那種高壓是多重要呢? 其實有些事情只是歷史重複。 所以一講講到, 企圖脅迫中央收回香港。 那究竟誰先去脅迫? 這些你語言不詳, 你想講那樣東西, 或者你想暗示那樣東西, 可能跟聽過人的理解那樣東西是不同的。 如果你說脅迫中央, 因為後來有一個講法, 很多書寫過這個觀點, 就是當時在香港負責主導鬥爭的港共, 具體就是講當年的新華社, 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 其風、副社長等等一批。 如果你說當時的講法就是, 他們為了要迎合北京的鬥爭, 以及在香港搞鬥爭, 他們就不用調回去了。 這個是私利來的。 如果你說這個脅迫, 企圖脅迫中央是指這一批, 那對他們都不公道。 因為我剛才所講的, 梁威林,你看回大陸一些回憶錄, 梁威林死之前, 那些人問他這件事, 他是不講, 因為他沒得講。 跟著他是聽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一字聽,一字在病床裡面, 經過一段時候就過身。 這個說明什麼呢? 沒有任理解讀。 但是後來在廣州對羅夫地說, 鬥爭錯了。 那個人是當年在香港負責鬥爭的。 這些比較細緻, 如果你很籠統地說, 你說脅迫中央, 那是否這班人呢? 甚至上當年參與了的人, 又會說, 你會不會說我們參與了, 就強迫令到中央要支持我們, 所以就要繼續鼓勵我們反映抗暴。 你這個語言不詳, 反而引起內部我現在接觸不少的當年人, 他們反過來很迷惘。 是不是? 究竟當年反映抗暴, 香港人就叫做左派暴動, 是對還是錯的呢? 所以去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不妨找幾樣公開的資料, 大家看看, 一本就是俞語信教授寫的是67, 香港1967的名字是差不多的, 它裡面就找回很多資料文件, 簡直是文件, 當時北京怎樣去指導香港鬥爭, 不單止是香港生華社、香港分社, 還有廣州, 當時廣州都有管理香港權力的架構。 還有公開資料人民日報的兩篇評論文章, 是支持香港鬥爭的,人民日報。 然後大家還不妨可以去看一本書, 叫做《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 是一些圈內人、圍內人的出版社, 剛才那本都是圈內出版社出的。 《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那本書, 作者是馬契森,內隆豁。 不知道是真名還是假名, 但是那些材料是講到明有文件, 是當時北京指導香港鬥爭, 還有一件事, 當年人都很清楚的, 當年去搞罷工, 唯有生活費的。 是吧? 到後來沒有了, 所以就停了。 當年的生活費是150至200元左右。 你找回這些全部是公開的資料來的, 你突然間就說是犯了錯, 不過是誰犯? 沒有說是中央當時決策犯錯的。 是吧? 所以我說, 我現在你說還有很多歷史資料未記住, 好了,我就不作結論次。 但是官方現在這樣引起大家的疑惑, 究竟效果是怎樣呢? 是吧? 所以去到這裡我就不懂了, 總之我就覺得你宣講, 你都要講理據、根據、數據。 你就不要按現在的政治需要來解讀, 或者割裂當時的歷史。 歷史是連續的, 和歷史是一個整體, 你不可以抽一個角度的。 但是我始終都有講, 學者不要緊要, 專家不要緊要, 因為他們是要在國內適應 國內現在的情況做法。 你認同我都不緊要, 你認同現在的講法你都不緊要。 只不過是說, 講完了之後, 就會了解或者思考一下, 又會引起什麼的餘波呢? 這些餘波可能是你自己內部裡面引發的。 我都是為全港的穩定著數的, 因為你現在又撞這個出來, 當年人現在還有一批在樹的。 究竟他們又如何釋除的疑慮呢?等等。 這些越講越多了。 所以我就說, 即使來宣講,不是宣傳, 但是你將宣講變成宣傳, 而宣傳是得不到效果, 而可能有反效果的。 這些又情何以堪呢?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吧。 拜拜!